德云社呢 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 那台阶幕后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接下来呢 要请出我们今晚的主角 郭德纲 于谦为我们带来 德云传奇 谢谢 哎呦 可了不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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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还有钱呢 这是按照余老师小时候做的 来来 再来人把花往边挪一下 挡着咱这边观众 谢谢各位 来 我刚才说的没错 每次演出我的 孩子你得管啊你知道吗 手都欠着了 谢谢啊 这个好多朋友都带着小礼物来看演出 这个还有好多人 你说你们怎么不带呢 清和一看 您这不合适了 邓梦高 我是激励他们 交朋友就是得这样是吧 因为今天晚会很长 所以说现在出去买还是有机会 说点别的 别的哈 人家会买的 待会上来要没有 你死去 谢谢大家 谢谢 老这么花钱 我确实是不老人 真是 您各位来捧我们 这就说良心话 打心里边就 没法表达这种心情了 还是您各位花钱 再一个因为您买的东西未必准是我特别喜欢的 是吧 你要干嘛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开玩笑 开玩笑 一说一乐 风香 每年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庆典 但是风香是最难搞的一场演出 那倒是 正所谓众口难调 有朋友说了 很希望看你们大家一起搞个反串啊 做个综艺节目 玩一玩 铲歌跳舞 热闹 也有朋友说了 不喜欢 就喜欢看你们站着一段接一段的说相声 传统相声 这个事情很难办 所以我们尽量的呢 让所有的朋友都喜欢 但是呢 水平有限 能力一般 我们尽心尽力了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感谢各位的光临 谢谢 中国人是喜欢过年的 包括咱们很多普通的成语 都带有吉祥的含义 是吗 你看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说 这十个数目字 就分别有不同的说法 一 一团和气 这是好词 对吧 二龙细珠 这也吉利 或者是和和二仙 对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这多好 五仙过海 对 不对 八仙过海 您这还少三仙呢 那三仙春运没买肉票 没回来 堵在道上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中国人心中盼望的是平安极庆 谁都一样 是不是 对我来说 此时此刻能和于老师站在一起表演 就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 我们的共同努力 很希望和于老师一起走下去 谢谢您 这在我心中是向上借了一个完人 还完人 这就快完了这么 快完了这么一人 不是 他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 你又懂我 真的 不是我夸他 聪明异常 这是最难得的 为什么于老师这么聪明呢 他是个混血 谁呀 所以说 谁你别说了 谁是混血 你管他去 别去 这我非管不可 这个 问的心里也是病 这病病吧 怎么意思 咱们回混血呢 于谦老师是混血 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一个小秘密 谁说的 你看 他父亲是北京人 他母亲是山东人 这就叫混血啊 不是一个糊涂的 这血太杂了 这血也 怎么说 这混血是国内跟国外的 叫混血 我还以为不是一个地就算混血了 出了牺牲区就不算 反正于老师是很聪明的 这么多年来跟着我 风里来雨里去 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当然了 也离不开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主要是 经常有的时候 观众能把我逗乐了 这观众好玩可乐 我不止一次见着观众 哎呦 郭老师就爱听你的相声 好 我天天晚上听你相声睡觉 不听你的相声 我就是睡不着觉 那是好啊 是不好啊 我这是催眠的相声 还有的一来 拉着衣服 您给我签一字吧 因为我是签完就脏了 本来也不打算要了 这太不会说话了 弄得我很尴尬 有一次在南京演出 走到街上 来仨人 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哥们 吴德纲 我能跟你照张相吗 我说可以啊 来吧 太好了 这儿就结裤子 哎呦呦呦 这种我拍不了 那是拍不了 冷 不不不不 我照相机在里边呢 照相机有一绳 拴着这裤壁上 掌机磕的裤子里边 吓我一跳 也挤火车去了 这么多年来啊 南湾北往哪都去 其实经过的事情很可乐 是 文艺像中 我们有一年上福建演出 福建演出方非常的周到 热情 因为是晚上七点半开演 所以这早饭 午饭 晚饭 这几餐呢 都是他们来安排好了 给他们送到驻地 或者是剧场后台 是 吃晚饭的时候太可乐了 在后台 头七点就得吃东西 因为七点半开演了嘛 主办方把这 饭给他们送了 我一看 什么 豆浆 油条 烧饼 我只看表 心说福建人管饭 连晚上太早晨都有了 早点子这是 挺可乐 上东北演出 有惊无险 怎么 哈尔滨演出 演出完了 大伙挺高兴 主办方也挺开心 一块吃饭嘛 来传门的 东北当地的一位相声前辈 好 本来演出之前 主办方请过他 人家没来 结果演完了 庆功宴 这位老先生来了 我们很高兴 做饭吃饭嘛 主办方把桌子也揉了 把酒馆都给人砸了 转天我们上飞机场走的时候 主办方把飞机票都退了 这个 这事很多 经常 这郁辰的事太多了 很多 上山西演出也是 山西主办方 晚上我不吃夜宵 孩子们吃夜宵 一看我不去了 告诉孩子们 就是这几个菜 你们就少吃点吧 孩子们也喝酒 主办方直坐牙花子 怎么还喝酒呢 这个人 在后台也是 我给你拿点水去 没水喝 我车里有两瓶 我给你拿两瓶去 我说好几十人喝两瓶 怕你们剩下浪费 我说不对 我说我在北京见过你们 一买汽车开后备箱 一罗一罗的钱 一买车十辆八辆的 对我们行 对你们外人我们不行 这味道真实诚 把我乐怪了 挺好 走南闯北 什么事情都遇见 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长见识 长阅历 包括我们跟他这几位助理 一天到晚也挺可乐 跟着我们这些孩子 余老师用过一小助理 特别的可爱 清静夜夜 我们要是出门啊 就怕别人认出来 跟着那给人添麻烦 添乱 但是这助理特别认真 余老师在沈阳逛鸟市去 花鸟鱼从市场 走之前帽子压得特别低 立着领子 就怕人知道 一进市场 人山人海 他那助理找一高摊 都端给点鱼馅来了 就都送过来了 一点都不假 真是 余老师 我那个助理也特别可爱 我们去年拍戏的时候 组里边有一个小姑娘 演小丫鬟 孩子冬天 穿的很少的衣服 还挨打演着戏 挨文打 这孩子坐雪地那哭 我跟这孩都干十年了 我怎么还演这个 我那助理过来了 再来十年 你也是这个德雄 孩子哭了一天 恨疯了你了都 我们还有一徒弟 张鹤健 给我们当助理 跟包友是出现出去 上沈阳 上沈阳宣传电影 我说咱吃点什么去 孩子高兴 我是沈阳人 师傅 他热熟 我带您吃冷面去 我们有件冷面 特别的好 我说这点行 您访计 这是礼拜天 礼拜天又是中午 这个没人吃 人少 空着 走吧 开车去了 到那一看 连马路上坐着都等坐着 人太多了 我说不没人吃吗 何事改规矩了 我去你 还褶着说 孩子们也好玩 非常的可爱 张鹤健 竟干这个事 喝茶水 茶水太烫 进不了嘴 您等会儿 出去一会儿回来 你再喝 整合事 你怎么弄的 泼了 倒了自来水 成心事 孩子们干的 好像假的 其实这都是真事 于老师师兄就是三个人 有一个师弟叫刘宪伟 对 我看现场有观众熟悉他的吗 也是 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刘宪伟的 比切儿哥还大 但是管切儿哥得叫师哥 他入门晚 入门晚 刘宪伟 太可爱了 刘宪伟 没事爱给人按摩 他有这手艺 按摩 还给人配药 就这下人 不管谁都能脑热 他自个弄点药 拿纸包好了 偷偷摸摸 给快吃 就跟卖假药的似的 谁敢吃啊 后来他师父 师父宽先生 郑重其事的说 我告诉你 你给人碾残了 师父有办法 下药药死了 我可管不了你 实在甚的 那天刘宪伟 跟几个孩子 出去逛鸟市去 一进鸟市 这儿也明白 那儿也明白 都懂没 他不懂的 假懂 遛到这个卖鸟这儿 这鸟怎么卖 这鸟 二十块钱一个 这破鸟二十一个 这也就是五块钱俩 卖了 给你 真买呀 真卖给他了 又往前走 有一鸟 大笼子 大拍子笼子 那笼子一百多只鸟 他刚好张嘴 我那徒弟来着 你可千万别问家 这要弄一鸟子回去 怎么办 这都大人 其实孩子们也挺可乐的 我们就是好些孩子都来 有的人你们熟悉 有的人不熟悉 我叫上来 你们参观参观 好玩之急 你知道吗 来一个 来来来来来 这个 介绍一下 这是我徒弟 他叫 李根 这个义名叫 李景奇 对 李根的是 他当总统时候的义名 总统还有义名 相声 快板 评书 山东快书 四要都会 老是知己 后台讲话 李根就是纯天然的 好孩子 就这孩子老是 没有这么老实的 酷爱说评书 你别看他这个 也是我徒弟 他是我评书门的徒弟 相声他单独有老师 评书跟我 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教他 孩子自个儿也爱自学 评书说的怎么样呢 我跟您说一个事 您就知道 他的评书怎么样了 举个例子 他在书馆里说书 有一男一女 听他的书 从不认识到最后 结了婚了 你昨天这书 但凡好 俩人能够跟我说聊天吗 打不认识 实在听不了了 咱俩聊会儿天吧 从聊天到结了婚了 还到生孩子 你就成功了 李根可爱之极 坐到后台啊 有一回 拿过水杯来 拿过来 张嘴就喝 旁边来一杯 哎 我的杯 哦 哎呀 太恶心了吧 这 就他干的事 可这是真事 是真事 你以为露脸 是吧 头盔坐飞机 吓坏了 出去伤眼去 孩子没坐过飞机 挨着高峰坐 飞机一起飞 眼泪下来了 害怕 喊着女朋友的名字 见不着你了 来着高峰 拗袖子 高峰的毛衣 他来着 飞机终于停了 高峰说你没事吧 没事 裴毛衣 撕碎了 都 能把毛衣给撕碎了 单纯可爱 很善良 很善良 平时这个 爱看个小说 爱听个民间故事 什么事都信 人家说了2012年底 是世界末日 说相声 谁会信这 过去来说 金瓶采卦 全瓶说话 都是 说相声 跟算卦的 师兄弟 这是真的 各位 同行 说相声 收徒弟 来着这个嘉宾里边 必须有算卦的 对 当时有的 比如这孩子 拜师学相声 师在不成材料 算卦去吧 我们是通知的 所以我们这孩 没有信这 知道吗 这实话 真是实话 但是根儿 特别相信这个 2012年底 12月底 有一天在后台 跟高峰聊天 千真万确 台底 他说天津话 这孩子天津人 高峰问你个事 高峰说干嘛呀 2012年底 你请假回天津吗 高峰愣了 我请什么假 我不请假 我就在这 这孩子愣半天 哦 你是打算撕北京啊 真事啊 真事真事 别别别别 这个初期演出 最大特点爱旅游 我们初期演出 因为我们这孩子 起不床 早时起不来 对 一般中午12点 就才起床 根儿无论到哪 早晨六七点准起 那起得早 当地哪有名胜古迹 准去玩去 带着照相机到那拍 拍完晚上 回来坐那一张张看 高兴 那回上西安 起庭早 大宴塔 一上午 拍着那些个 回来坐着屋里 可累死我了 咔 都删了 不会用 删完之后 坐那咬牙切齿半天 我再也不买 这日本的破香剂的 我恨死了 我说那你买个什么的 我买个甲能的 还是日本的 这都是真事 这他身上的真事 像这个事 你们要爱听 咱们哪天 单宅一天说 无计其数 但是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哥 艺术上突飞猛进 越来越可爱 谢谢哥 真事 真事 真是真 这回是真事 我们这后台仓墨虎 这故事是编不出来的 当然了 这是比我们小一辈 还有比我们大一辈 那是 我们再介绍一辈 来来来 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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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大家可能看出来了 身高也不如我 倒着看 我得介绍一下 瞎说 这人叫谢金 人家是相声世家 祖上到现在多少辈 这个王上导 他父亲是宝字辈的前辈 谢天顺先生 对 他祖父呢 我给你编一个 编一个 写书阳先生 他爷 谢书阳先生 再往上呢 是谢锐之先生 谢锐之先生呢 相声单衔两门报 对 咱们说这单衔五大流派 荣 长 谢 谭 曹 其中这个曹 就是人家的祖宗 不是不是 是荣 荣派 谢派 姓谢谢 谢派 他本身呢 比我们就高一辈了 因为他父亲是宝字的 他是文字的相声演员 对 我们都属于名字 按相声界来说 所以他是相声大师 王世辰先生的弟子 对 我们应该管他叫师叔 论辈分应该叫师叔 论辈分 他是我们的师叔 但台下他问我呢 又是把兄弟 还拜了把子 岁数比我小呢 他又是我兄弟 这个既是我师叔 又是我兄弟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 很尴尬的处境 家面都不知道叫好 还是不叫好 刚才说 你也没叫过呀 刚才说 李根儿纯天然 纯天然 他也是纯天然 因为什么呢 老谢也管了儿子 确实是 我觉得没有这么好的父亲 给儿子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 叫孩子学好 向善 所以说这人心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好 那会儿 他今天二十几 快结婚反正是 快结婚 当初搞对象 他爸爸拦着 凡是家长宠孩子 都舍不得让孩子搞对象 那可不就算非了 他爸爸老古板 那镜头呢 老先生 不许搞对象 以事业为重 你不许搞对象 他那会儿还小呢 说他爸爸 你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嗨 有这么说话的 都真是 他后来也搞对象了 非常漂亮 女朋友 特别漂亮 五月份就要结婚了 我师叔要跟我弟妹 在一起生活 什么辈子 不是 我兄弟就跟婶儿 在一起 越说越乱 好吧好吧 我说我没说 五月十五号 谢金王海先生 就要结婚了 王海是我那经纪人 他也是五月十五号结婚 一个是我兄弟少谢 一个是我那个经纪人王 海 那他们俩那天结婚 这个 吓你一跳是吧 不是一块儿结 不是一块儿结 吓我一跳 他那意思 他娶了王海了 结婚以后就直接分居 你希望少谢 艺术上越来越好 新婚幸福 希望你永远这么单纯善良 谢谢少谢 谢谢 谢谢 那个 这是大辈 大辈打不走了 剩下咱们就可以呼 胡说了 林杰 快来 有认识的 我徒弟 李云杰 相声和评书 都是我徒弟 这个台上穿着大褂 已经看出来了 像个相声演员 台底下呢 他捣饰的 这么说吧 我举几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 他台下是什么状态了 他天天早晨五六点钟 起床 出去遛鸟去 跟退休的这些老大爷们 在一起玩耍 要是有一天没去呢 老大爷找到家去 排门 老李你没事吧 拿他当七八十的 就是真事 他都出点什么事 他跟他弟弟 然后哥俩上公共汽车 他弟弟你想 二十出头 他能比他大多少 一上公共汽车 站起一大爷 给他让座 快坐下 把他弟弟乐的都不行了 酷爱羊鸟 没事招的这些羊鸟 爱鸟的这些 给老大爷上家串门去 挺高兴 我这鸟 歹心跟谁夸 那再吹 我养这鸟这么好 那么好 早晨来一串门的 老李 看看你那鸟 你先这罩子 呦 你鸟还没起呢 怎么回事 躺着死了 这还吹什么呀 但是 说句良心话 云杰台上台下 我觉得都挺可爱的 也能说单的 也能唱快板 也能唱大鼓 京剧也唱得非常好 他这个京剧跟别人还不一样 他不怎么唱男的 唱淡卷 他唱淡卷 来两句 我们大伙听听 来 赵云梅来两句 唱点这个玉堂春吧 行 随便 好 还没唱了就好 好 甭假了 与唐春 好 好 唱得不错 不光唱得好 人品也非常好 去年八月份 传说德云社 有一个小状况 小风波吧 当时我们内部 开了一个会 其实我觉得内部 需要整顿一下了 全体开了会 我说咱们很有可能 以后就干不了 这个行业了 各位都有什么感想 我们也有一位 忠厚长者 站起来哭得累 似的 我死也得跟着你 转天就叛变了 但当时 李云杰站起来 师父 要是真干不了了 我就不干这孩了 我们家拆迁 分了三套房 我跟我弟弟说完了 其中的一套 把它卖了 把那个钱给您 也算您没 别教我一场 我说这个年头 不容易 忠诚孝子 他母亲卧床不起 十余年 都是他们哥俩 这么伺候着 一直都把老太太送走 当今社会 我觉得应该树立 这样的楷模 好孩子 忠诚孝子 谢谢云杰 希望在新的眼里 越来越好 这个是李云杰 我还有俩 炸酱面的徒弟 秦航还有学生 那不是 我是他徒弟 当初炸酱面馆 一个门童 一个是跑堂的 门童竟偷吃 当初 他跑堂的说了 我们把门童叫出来 来 孔云龙 过来 三爷加油 现场的朋友都喊 在家航三 在家航三 所以家里管的叫小三 当初确实在北京 他没干过那个事 这个狐狸精 孔云龙 家里都喊三 这个来了好多年了 这孩子很老实 很老实 但就一点就愣 愣 当初演出结束 那会儿我们还住大兴呢 开着摩托车回家 就没消息了 怼着下了 一声了 也没喝酒 后来问 一概都不知道了 撞着挺着什么 挺邪恶 浑身上下 瞧不出这人来 拉着医院去 大夫说这点缝针 脸都烂了 当时都烂 这都喝了开了 就摁着他 我们有一个曹霍阳 叫小四 有摁胳膊摁腿 小四 骑着腿上 使劲地摁着 大夫给缝针 他跟着喊 疼啊 疼啊 大夫说有这么疼吗 腿疼啊 太使劲了 曹霍阳 全身体都摁腿上了 头一年 第二年呢 年三十放泡 放花 我买了好些花 还有朋友送的 有人送我一花 这么大个 跟桌子那么大个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一大花 我这玩意行吗 三爷告诉我 师父我来 他行 可不就你呗 是吧 那痊愈之后了 首次面对丝花 夜里就搭出去了 搭着小区外边 弄好了 这这么大的花 他俩脸子 对 这边一个鸟 那角一个鸟 烧饼点那边 他点这边 他点完了之后啊 他只会烧饼 词 你那快点 别耽误着 他这可响了 我们在边上看着 蹬起来 把人轰起来了 打空中起来 掉地巴架 发现那么多 过去看 我们不认识他了 这脸都不像样了 夜里十二点 我送他上医院 大夫给他缝 给他弄 后来呢 他爸爸说了句话 天底下就我说 像是那个行业安全 你怎么干成了这样的 哈哈哈哈 七十灭祖 哈哈哈哈 好孩子老实啊 他自个儿说 他变形金刚在这儿 挺好 今年还没什么事 前来 哈哈哈哈 前来个 前来个我弟弟 给我送花去 送了一车 连花带泡 搁在家里边 我看着作家花子 我说小三说了 春节回老家 这谁放 哈哈哈哈 过个车 给你送家去 好孩子 现在领着三队 我们分了四个队 一队二队三队 四队 三队的队长 他说师傅 我当不了队长 我是让人管的命 让我管人 我活不了 我说你啊 好好的 没问题 我们恕你这个形象 你跟大伙呢 该玩笑 你就逗着玩 说正事 别客气 是 有正事 你就板起脸来 说正事 行嘞 没两个天就用上了 师傅 明天我们开会 我说你开会吧 下午三点 给我打电话 急了电话 师傅 他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了 说了两点 没有开会 三点了 后台就是我一个人 一个人都没来 我也挺生气 我这不欺负人吗 我说你给他们打电话 问他们没打算干吗 哦 挂了电话 五分钟都打回来 师傅 他们在别的剧场 等着我呢 记错了 他在张一元后台 人家都在德云社后台 等着他 一个都不短 大伙儿剁小骂街 这剧场还不来 苏妻我们的观众都知道 小三的节目呢 不撒狗血 对 规矩 闻闻淡淡的说 可能现在多多少少 还差这么一点点 如果再开窍的话 会更好的 对 希望新的一年里边 三爷加油 啊 啊 你有什么要说的 希望德云社 咱们共同加油 走走走 躲给我这 加油 走走走 那边买花了 快去放花去吧 快去吧 不老会说话了 这是跟着时间 很长的徒弟了 这是在家里边吃 在家里住 刚才我们还看到 我们还收了一个女徒弟 是吧 就是征婚的那个 哎呀 我吐了半天 你知道吗 小饼 烧饼 小四 这俩是一场 就是朱云峰 曹沃洋 说这没人知道 来 特别人俩上来 快来 这鞋子好看 你别说哈 绿大褂配红鞋 你都垮死我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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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绿大褂还没配上黑丝吧 有 有 你别穿着它 它折 你知道吗 这叫烧饼 这叫曹河洋 德云社排字嘛 云鹤九霄 这是云字的 那是鹤字的 我说叫烧饼 大伙纳闷 怎么叫烧饼呢 这个小时候来的时候 那脸啊 就这么大小脸 一脸的雀斑呢 我说这孩长得 跟个烧饼似的 打扰起叫开了 后来我老说 我是给东来顺带陪的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没有这么淘的了 就比如说 今天下午要两点演出 他从十二点到后台 一直到五六点钟走之前 这后台就没有一个人 不上我这告状来 都说他 哎呀 说他骂他 打他的 急的 各式各样的 什么样都有 没有一天不惹祸的 后来有将近一个月吧 哎 还挺好 文质彬彬的 也没事 那挺好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上家去 他十娘说 你别来了 多等我下龙凤大帖 红白帖请你 没有请帖 别来啊 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上家来了 挺好 当时我在大兴那边住 那房子是一副室 楼上楼下的 哎 我在楼上呢 师傅 我看看您来 我最近听话了 我说好 我特别高兴 我说行了 下楼吧 一会等吃饭吧 也就是五六秒钟下楼之后 他在那里 师傅我走了啊 关门就走了 我说挺好 你走了 下来看市就走 把楼梯弄坏了 他到二楼坐楼梯下去了 到叠过 楼梯碎了 关门跑了 后来啊 实在没办法 德云社后台那会儿没这么学人 就这几十人天天给我告状 包括剧场的工作人员 人家剧场的经理会计 都找过来 你们那孩子管不管 你们不管我们就管了 我说怎么弄啊 我请家长 德云社没有请家长 就他请家长 要不说家大人不容易 他爸他妈来了两口坐那儿 怪可怜的 我也不好多说 不反正孩子你得管他 他爸挺客气 东北人 你就削他 你就削他玩 你那削这玩意儿 你就别跟他割去 这孩子就得削 我心里说我也打不过他 他什么都削过 笛子也削过 三弦也削过 四户也削过 没有一样削出来了 板也削过 那会儿给我弹弦的 那个张长继 张长继先生 给我弹西方大谷的 我们都管叫二级 因为在家里行二 有喊二级叔的 二级哥的 喊什么都有 他跟着 二级这个呢 二级二级 他爸咯一脚 二级是你叫的 喊二级大爷 他爸 逃之急 走着街上 那边来残魔 残疾人魔头 他这骑车 咯嘴上 站那就疯了 你下来 你下来 你不下来 人家真下来了 这魔头就跑 没两天 又跟什么车 又嘴上 咯嘴上 人家全责 人家一身的血 给他五百块钱 我没事 他没事 因为我徒弟都是 于老师的干儿子 所以他管于老师的 叫干爹 干爹干妈 你当时嫂夫人 生完孩子了 修平给赵琪 干爹 我干妈给您生一干儿子 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干在一块了 所以说这孩子叫 郭小王 他孩子真可爱 后来你还不听话呢 这都算听话呢 行了 小炳 这叫小四 我们家里管的叫小四 他叫曹和阳 两个人一起说 像小四也挺可爱的 这是我们后台的小科学家 怎么叫小科学家 德文社后台 有仨科学家 一个是李克林 粘电脑 没他不行的 这会 那全行 老科学家 那是猴振 跟店有关系的 跟车有关系的 猴老是全行 小科学家 就是小四 都能鼓动 有一会 因为我这头 不像于老 于老烫头 别说我这 鱼烫头挺好的 他烫头 我这头老得踢 这踢呢 就得用推子 推子上得带着卡尺 所以经常用的 两天踢一次 就容易坏 坏了正好赶上 谁在剧场附近了 在前门那 小四在 打一电话 小四 他们告诉你 跟师傅买一推子 师傅剔头 买一推子来 晚上烧家里 搁在桌上 我就骂街 看上去撇着 给狗剔头用 这我听着痛 去你 后来呢 他干妈 给生一干儿子 过家宝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给推子买来 小四 四天没敢睡觉 后台谁见谁骂的 但是两个人 合作的也挺好 一晃搭档好几年了 小饼也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懂事了 虽然说有的时候 他虎 好在他爸爸有话 你消他 越来越好 越来懂事了 台上也能折腾 反正是 有喜欢 但也有人不太喜欢 那种风格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我也慢慢改 你够强 改不了 江山一改 饼姓难移 小饼姓 很难移 希望新年越来越好 给大家鞠躬百年 来 还有俩人 我得介绍一下 这俩人 我亲之近派 来 高鹏 罗云平 德云社 就算都走光了 这俩人也走不了 因为这俩该着我钱的 这个绿的 穿着绿的 这是我兄弟 那个是我徒弟 罗云平 罗云平在德云社 忠心耿耿 任劳人员 后台所有的钱 都是罗云平 负责给大伙发 这么些年 没出过错 他可买了七辆汽车了 给自己没出过错 挺好 挺好 过去来说 还没分组 没分演出队之前 是罗云平负责安排演出 你想 百事来人 分这么些剧场 谁演什么 谁接谁 谁敢哪 这脑子里得宽敞 而且有人说 罗云平 这负责安排节目 是不是会 循私舞弊 我说这是最不可能的了 对 这还胆小 而且有点强迫症 比如说这身份证 落在车后备箱里了 晚上不拿上来 这宿睡不着觉 要怕丢了 就这么一孩子 老怕因为 别人说我循私舞弊了 对不起谁了 所以说罗云平忠心耿耿 而且来说 这孩子最大特点 是收藏水杯 茶杯 喝水的杯 哎呀 见着就得买 尤其保温杯最爱 那会买保温杯 哎呀 这保温杯也不知道 效果如何 保暖性 晚上睡觉之前 倒上开水 转天早晨看看保温不保温 试一试 起了一桥冰凉 没盖盖 那还试什么劲呢 没盖盖 好孩子 这个正月里边 这就是要当爹的人了 他媳妇快生了 对 挺好啊 挺好 这些日子 你跟着倒什么乱 感谢大伙 倒什么乱 这个 有大伙什么事 您这没溜 他媳妇快生 他感谢大伙 当然了 郭小宝的成长 也离不开各位 这个 罗元平那孩子 我给起个小名 叫大盆 你叫大盆 为什么叫大盆呢 三里屯演出 大伙去过三里屯 地下一层 是锅火锅 二层国家菜 三楼什么剧场 演完之后 下到二楼吃饭 有一天演完之后 厨子问我 您吃点什么 我这不想吃什么 弄点热汤面吧 厨子给我做了 一盆热汤面 我拿那小碗 挑了一点 吃了以后不想吃了 我就撂下了 这边说话 我一昏头 他媳妇做 我说 我说这行了 我这生一孩子 叫大盆吧 后来他师娘问 我叫生一闺女 大盆好听吗 我生一闺女叫盆盆 真能凑合 我都想好了 他这孩子叫盆 小月那样生了 叫小碗 后边孩子 再有陆续的 什么碟子 碗 叉子 包子 烧卖 饼 这类东西 一套就传了 就挺好的 李和彪还问我师傅 我那孩子呢 我叫厨师长 挺好 这个 大盆 不是 高老师 高老师 我师弟 我师弟 天津 那个什么海洋大学毕业的 相声名家 打小学相声 喜欢相声 提他老师 范先生 大家都知道 过去八十年代 相声名家 高范 对 我们常说高范 高英培 他的师父 范导爱 谁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范 不承认了 现在 没有 你退出了 范振宇 没有范导爱味的 是吧 高范一场 高范一场 高先生 嗓音很清脆 很嘹亮 范先生呢 很有韵味 两个人特点很鲜明 就是高范 一高一低 就高范 挺好 兄弟聪明 下功夫 背地里头 这口袋的 装一把绿豆 背一遍 这个 倒过一颗 背一遍 倒过一颗 就一天能背 一百遍地里头 就这么一个 魔证的人 喜欢 不风魔 不成活 而且来说 兢兢业业 任劳人员 就往回倒 三到四年 就往回倒 德云社教学任务 都是他一日完成的 这实话实说 我有时候也说 大家很辛苦 都教课 其实就人家一日教课 而且来说 你有一次 罗云平跟高峰聊天 说咱俩聊点事 刚刚说什么事 现时人都出去拍电影去了 拍电视剧 做主持 人都外边红去了 你天天跟着 一天八节课 完事赶圆子 还说相去 我问你点事 如果说有一天 来张三 人说了 带着你出去走一学 这场学能给你五万块钱 你去 可你这有课怎么办 高峰原话 你跟张三 挣那五万块钱 我给孩子们上课 所以说 能留学的这些 确实让我很感动 刚老师特别好玩 刚老师也结了婚了 媳妇叫大盆 我倒是没意见 行了 结婚之前 有一事 我一直乐 到现在提起来 我都乐 他跟屋里忙活着 他媳妇坐着看电视 电视里演一钻石的广告 大钻石 怎么怎么着 媳妇看 看回头 哎 干嘛 我就喜欢这个 这人家钻石 我就喜欢这个 高老师干着活 回头 等着 一会儿还冲播呢 说句良心话 你但凡心理素质差点 跟说相是 你过不了日子 这都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知道吗 后来他媳妇气得 找我哭 我给买一个吧 怎么办呢 是吧 我给买 你买一个 我不是 不是我买的 是千二嫂给我 那我给你 我们正合家婚了 你别搅和我 你们师兄弟 你也行三 去你的吧 说了哪 你可忘了 松叔啊 松叔啊 余老师是个混血 怎么老从我这说 从哪说 我是真得从高老师这说 刚才不应该让李云杰下去 李云杰就是那胖子 老李你没事吧 老李跟他们仨 出了一事不我乐坏了 有一年上李文山先生家串门去 我们老前辈李文山 在昌平有一大院 夜里这仨出来了 你想昌平那边 夜里边 老先生有一农家院 挺好玩的 去黑 这三日眼神都看见了吗 高老师 高老师上台是摘了眼镜 说相声的时候 其实说起来 他看不见你们 我们相声里边有说 有这个打根 什么叫打根 你瞎说 打一下 他们俩人打的时候 都得摁住了 得射正是残疾 我是手没劲 重症几乎力 又搅和了 重症什么乎力 来来来 重说 余老师是个混血 拿住 我不能再掉了 因为他们俩台上 他们俩只要有这打脑袋 你们回去捣录像 捣视频 准有这 你拿手摁住 要不问这 看不见 打不准 所以打非了不可 你想 他这个眼神 加上他 李云杰上台 戴隐形眼镜 台底这仨人 就跟乔不见是一样 夜里边去黑 在李先生的院里边 乔不见 乔不见出来看 夜观天象 乔不见 回屋吧 回屋 走错屋了 仨人到这儿 一推 走 门槛太高了 卖腿 你卖腿 哎呀 怎么那么高呢 屋里灯亮了 推的是窗户 就这仨人 这仨人挺可乐 其实这个 说句良心话 我们这几个人里边 千哥跟我台上是最好 但台下他们两家近 我们住的近 他们挨着 从他们家出来 到他们家五分钟 对他们关系是最好的 这也挺可乐 最早其实我们挨着住的时候 也挺好玩 是 后来就搬开了 我挺怀念一块住的时候 因为说像在一块好玩 那可不是竟逗 平时聊天 上家串门什么的 这样的 他们离得近 手就良心的话 千哥 有大哥哥的样子 是大几岁 这实话 他年轻 有时候就不懂的事 或者什么事 他竟给他帮衬着 这个怎么着 那个怎么着 家务事 千哥也拐 那稍微指点指点 就是有的时候上剧场来找我 闹别扭 吵架 两口子过日子 没有马烧不碰过艳的 但他们离得近 就说找千哥说离去 对 上我那儿 我给解释解释 他爱人 他媳妇 就找千哥 那回真去了 千哥 不行 日子过不了了 高峰变心了 千哥吓一跳 怎么了 高峰能变什么心 他那眼神 能看见谁啊 这我这兄弟媳妇 他媳妇 逃出一条红裤衩来 你看看 我在他身上 发现一条红裤衩 也不是哪女的 你看我们这日子没法过 千哥 我跟你说 聪明 脑子是极快 抓过来就搁兜里 别瞎弄 一天到晚 外边说像演出 或者是怎么着 他那个眼神 不就谁 弄错了 弄错了 洗下兜里 行了 全去呗 三说五说 那小媳妇也没脑子 行了 回家 他这走了 千哥乐 他逃出裤衩 我哪儿正看呢 嫂子来了 哎 缺得的 我还早呢 怎么在你这儿 fout 咱唐 咱唐 天员 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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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tا 咱唐